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神 歡迎回來我們今天玩一個很特別的遊戲 叫做《猜野上夢太郎》 前幾天我在SIM見到 買了差不多一個月左右 挺有趣的遊戲 很簡單 你聽到音樂動作很有趣 另外我發現 如果把按鈕放在那裡 它會自動打完狗 好有趣 其實如果讓我選擇 我會喜歡養柴犬 我先戴上眼鏡 Douche 非常 360 非常 Pro 平時如果讓我看到 我自己都喜歡柴犬 我覺得很有趣 這個玩什麼呢 沒錯 這是一個很普通的過版遊戲 絕對不是 你看看左手邊有什麼 左上角有些底褲 有些半刺 應該沒有讀錯 這個 平時 日本 動畫裡面最常見的 哎呀死了點 哈哈 no 這個遊戲絕對不是很普通的過版遊戲 是專門偷女仔底褲的遊戲 我是全世界最強的偷女仔底褲的狗 這個狗很厲害 我已經很崇拜她這個 這個可以 無限的百寶袋 可以偷完 那些女仔底褲 不知道去哪裏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她可以 偷完 走過之後 那些女仔是沒有反應的 很厲害 就是她們完全偷完之後 然後呢 停下了一下 之後就沒有反應了 嘩那些是什麼的 哈哈 什麼的感覺來的 就是完全是 不覺得下面涼糞糞的嗎 我們不可以碰任何 基本上的動物 就是我一次過撞了三個東西 其實不應該撞 我們來一次 我記得我最高分是萬幾分 還有你聽一下她的音樂 我調大聲一點點 你聽一下她的音樂 其實音樂挺有趣的 它還不錯的 這個遊戲很用心 這遊戲 不是說一些很華麗的風格 但是給我的感覺是很有趣的 那撞完雞之後 那些雞呢 你會聽到一個歌 對 就衝過來撞死我了 所以我不應該撞那些雞 話說我存了四百元 我應該買一隻新的狗 我們買一隻新的狗 先把這隻 四百元 四百元 啊這個 哎 不要再罵了 月月 月月啊 我解釋了這隻月月 月月啊 不知道月月是什麼 月月就是蠢狼 對 一隻很蠢的狗 叫月月 嘩你試一下 可不可以戴著月月 拿這個萬幾分 然後就是一邊偷女生的衣服 一邊玩 嘩 那些雞呢 它會回來一次的 所以呢 我們就跳起 都不行 哈哈 它的跳躍力有點差 我們嘗試多一次試 這個很簡短的遊戲呢 我覺得很可愛 很喜歡 我自己很喜歡玩這些 即是手機的時候 都會玩這些 這些是很悠閒的遊戲 非常之好 不要撞雞 因為很煩撞雞 啊 掉進洞裡 哈哈哈 因為我們只有三條命 即是三條底褲 如果我們吃一多招皮 你看到是會沒有半條底褲 那我們怎樣可以拿多些底褲呢 就是偷女生底褲了 我們基本上呢 走過去 就基本上偷了些底褲了 或一次過撞到所有鳥 嘩 沒有記錯 那些小鳥會不會回來 所以我們 先跳上去 有什麼事我們可以跳下去 對 嘩 嘩 沒事 很幸運 嘩 我們嘗試 有新地方 我們先去上面 有隻貓 嘩 踩他 嘩 剩下半條底褲 先偷底褲 沒有血了 又偷你的底褲 嘩 嘩 正 很多底褲 嘩 正 專偷底褲的這個 賊 嘩 新地方 這個萬幾分 這個好像公屋一樣的地方 又撞了些雞 又不應該撞雞 好 嘩 我不要撞雀仔 NO 因為撞了雀仔很煩 那些雀仔會衝過來 所以我不應該 我先撞雞 彈在上面 那些雀仔應該回來的 嘩 啊 NO 喔 撞死了 哈哈 沒錯 這個遊戲我們試玩到這個位置 大家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不妨留下一個讚給我 大家如果想玩這個遊戲 不妨在簡介裡看看 就有下載連結了 那我們下條影片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